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宝岛观世界 我是主持人石板明夫 现在呢 我想就是说 我本来是周三 替这个郑宏一大哥主持节目 现在搬到周六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说如果没有嘉宾访谈的话呢 我想主要就是说 回顾一周发生的 这个各种大事 那么我们这一周呢 其实确实是发生很多事情 有一个事情呢 是怎么说呢 韩国的尹熙岳总统 去访问美国 和这个拜登总统呢 宣布了一个叫华盛顿宣言的 然后呢 要把美国的核潜艇 这四十年以来呢 第一次部署在南韩 等于说呢 我觉得南韩的本来是 就是说在整个的 封锁中国的这个民主阵营之中呢 我们常常称为一个 是一个防疫破口嘛 是一个破口 因为他是跟要跟中国做很多生意 然后呢 一直就是对中国好一点 对日本坏一点 这是多少年以来 从这个朴槿惠政权的后期 到文在寅政权 基本都这样 但是说这个尹熙岳政权上来以后呢 特别是最近几个月 做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彻底的一脚踏入了这个自由民主的阵营 那么韩国的这个防疫破口补上之后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说呢 就把中国和北韩完全孤立过去了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特别是这个华盛顿宣言 就是表明了呢 一个是在军事上 就是说要求维持台海 维持现状 这点呢 其实是作为中国来说 是最不愿意 让全世界大家来讲 特别是韩国 在中国认为是 一直是中国的小弟这个国家呢 也突然之间 等于说对台海问题 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按中国来说 这个一定是暴跳入雷 所以说中国就把这个 韩国的大事业交去抗议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大方向 我认为是对台湾是相当有利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晶片上 在经济上呢 这个韩国呢 其实是掌握了 就是说在晶片 在亚洲 比如日本 韩国 台湾 这些国家在晶片上 其实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像中国出口的一个大国 给中国提供技术 提供半导体技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那么现在呢 一个个的呢 都是其之鲜明的 站在了美国的立场上 这点呢 对中国来说是非常 怎么说 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今后的战争 我们看到 不管你 你发展什么武器 还是飞弹啊 什么潜艇啊 飞机啊 各方面 你都离不开 半导体技术 那么现在呢 美国就把 最先端的技术 给你挡住 那么你 就是说 而且这时间的 呃 压得越长 基本上呢 这个中国的 这个武器发展 就会越慢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当然是效果 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显示出来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中国去年 呃 不是去年啊 就是上一周的 引起国 国际上注视 是这个卢沙野 中国的驻法国大使 我认为这一点呢 其实也是对中国 来说 是一个伤害很大 呃 卢沙野呢 他在这个 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上个星 他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个几个 一个是台湾问题嘛 他说台湾是 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是被害者 然后呢 中国呢 就是说 骂总体的意思就是 武统台湾的是 是中国的内政 呃 大家不要干预 当然这种说法 现在国际说法 已经不被接受了 但是说这种说法 某种意识 中国的一贯说法 呃 我觉得还好 就是说 在这件事情上的话 大家只觉得 呃 这个站在岗外交 又表演一下 但是同时呢 这个卢沙野讲到了 这个 乌克兰问题 然后呢 他就说呢 前苏联的 这些国家呢 在 怎么说呢 呃 这个问题上 呃 的十四个 应该有十四个加盟国嘛 他的主权还没有确定下 就是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 他这一说话呢 就是 基本上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嘛 一下子 一下子一口气 得罪了这个 十四个国家 马上立陶宛就抗议 然后欧洲议会 等于说 这些国家们 他们 因为现在大家 帮助乌克兰 打俄罗斯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乌克兰是主权国家 你收到了俄罗斯的侵略 所以大家要帮你嘛 如果乌克兰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的话 那么全世界 帮忙乌克兰的 就是师出无名了嘛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乌克兰也这么讲话之后呢 那么很多国家都要表态 所以说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 然后最后呢 三天以后 中国政府沉默了三天以后 在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才跳出来说 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 这前苏联的这些国家 都是主权国家 就是某种意义上 直接否定了卢沙也的说法 然后法国大使馆呢 也在网站上贴出一个声明 就是说 我们大使这个 说的话是代表他的个人意见 就跟卢沙也进行一个切割 这种操作确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大使呢 他就是说 怎么说呢 他叫特命全权大使 大使说的所有 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代表国家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现在跟某沙也切割 而且呢 但是我发现他切割并不完全全面啊 他用的这个 贴出来的 这个声明 只有法文的 没有中文的 所以说还给刘沙也聊 留了一个面子了 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 刘沙也这个人 他到底是 真是他自己的个人意见呢 还是代表国家意见呢 所以说我们看到 所以说我们看到 刘沙也的这个简历的话呢 他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外交学院毕业的 中国外交部直属的一个学校的外交学院 就专门培养外交官的 所以说 刘沙也他从18岁 其实刘沙也在南京的时候 他上那个学校 是南京外语学校 也是培养外交官的 就是刘沙也其实从14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 是作为重点培养的外交官 上那个外交学院是 他们要经过三代的政审的 就包括刘沙也的爷爷都要调查 都是对共产党忠诚的干部 才可以上 然后他上去之后呢 毕业之后呢 当个外交官 当然中国的外交部里面 很多的这个外交官 都是外交学院毕业的 也有北大毕业的 也有现在这个 外交部长秦刚是国官学院毕业的 这个是安全部的学校了 那我们先不提 我们先提这个刘沙也呢 他在这个毕业以后呢 当外交官呢 他还到了非洲去 其实外交官的仕途 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 但是说他就是一路上 就是说怎么表现优秀吧 或者是符合上面的胃口 所以说呢 他就一路往上升 升到什么时候 他去当过武汉市的副市长 还当过呢 这个调到中国共产党中央 当过对外政策局的局长 然后呢 就是说 去到了这个加拿大当 加拿大大使 加拿大大使在中共的排挤里面 属于政局级 即使能升到政局级的大使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呢 又他等于说 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政策 对外政策局里面当局长 其实是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 中国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是共产党制定的 就是由他们这些 这个局里 局长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权 那么 等于说 到了这个加拿大大使的时候呢 出现了孟晚舟事件 然后呢 其实呢 孟晚舟事件后来解决了嘛 然后呢 这个卢沙野就调到法国 法国就是副部级的干部 然后他又上上去了 所以说在卢沙野来看 这个是一路顺风 所以说他绝不是一个草包 绝不是一个大嘴巴 随便说话的人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经过计算的 在那种人才积极的竞争激烈的 中国外交部 能够脱颖而出 进入了这个八个副部级的 这个大使的名单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呢 卢沙野今年59岁 他其实 他还有机会当外交部长的 但是说从几年前开始 他就是一直在说一些 比较强硬的话 就战狼外交的代表嘛 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被称为小战狼 如常也属于大战狼 他比较一个有名的话呢 是去年 说的就是说 如果 大概一年半以前吧 他说 中国这个统一台湾之后呢 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 这再教育 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 中国以再教育为名 在这个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盖了很多的这个集中营嘛 就是叫学习班 然后实行这个 这个全世界认为这是一种 怎么说 非常侵犯人权的问题 但是卢沙野 他又在 他在法国大使任上 他又把这个人说出来 当时引起个轩然打破 但是说真的 我们仔细考虑一下 就是说 这也属于越权发言 就是说 你是负责法国的外交吗 你在自己的事务之外 你闹出这么一个 这个 讲台湾又引起这么国际上 这么强烈的反弹 这个事情 按照一般的外交纪律的话 这是要受处分的 这个 比如说 别说独裁国家 独裁国家 大家更是近若寒蝉 谁都不敢随便说话 就是一般的民主国家 比如说日本大使好了 日本大使你要是 比如说你驻法国大使 你要说一个台湾问题的发言 不管你说的对不对的话 这个在日本都要受处分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是代表国家的 你谈自己专业外的事情 而且又惹出了 就是说 一些风波 但是卢沙野 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然后呢 这一次呢 卢沙野 再说话 所以说呢 他说这14个加盟共和国 没有主权国家的地位 并不完整 这句话 我认为就是中共的基本政策 中国的内 外交部的内部的 其实这政策 等于说 卢沙野 他本人也参与了制定了 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 中国在这场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一路上拉偏手 一路上 就是说 给俄罗斯帮忙 其实他后边以后 他自己的逻辑 就是说 不认为这些国家是独立的 这个呢 我觉得呢 我们看到中国 就是说 因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嘛 就是说 所谓的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当然说 内蒙 台湾 过去常说的 五毒乱华嘛 就是五个独立势力嘛 就是台独势力 港独势力 香港独立势力 然后蒙独势力 江独势力 和藏独势力嘛 就是说 这些国家呢 这些地区呢 都想从中国 当然台湾本来是 跟中国就是没有关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统治过 剩下的地方呢 都是 现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面 所以这些国家呢 这些地区呢 有很多人都想 独立出来 那么如果说 中国承认了 就是 就苏联这些国家的 主权地位的话呢 就可能促使 比如说新疆 西藏说 那他们过去都属于苏联 后来我们独立 变成主权国家 我们也想 想独立 想变成主权国家 就可能促使国家 这种分裂势力 给他们 就是说 加油打气嘛 所以中国尽量不承认 所以中国尽量让俄罗斯 收复乌克兰 所谓俄罗斯 所谓收复乌克兰 这个动作 也变得有效 所以我觉得 中国是 按照这个逻辑 在考虑问题的 所以卢沙也 说的这句话呢 正是代表的 就是我认为是 他们 中共外交部里面的 外交小组的 内部会议 一定也要掉 但是卢沙也呢 他判断 可以说出来 甚至他得到了 某种的授权 才说出来 但是说出来以后 没想到呢 引起了这个 轩然大破 这个国际社会的 强烈反弹 所以说呢 不得不 做对他进行 一定的切割 那么 习近平呢 在这个 这个州的 周四还是周五 就打电话 给泽伦斯基嘛 这种 这个电话呢 就战争已经爆发了 这个 一年多了 按理说 中国在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我觉得是 而且中国一直想 这个 担当这个 仲裁者的角色嘛 这个电话 拖了这么久 才打 其实就是中国 一直想 就是让乌克兰 和这个 俄罗斯 怎么说呢 接受俄罗斯的条件 其实是拉片手 站在俄罗斯 这一方的 那么 俄罗斯 习近平打电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 就是为 卢沙也 他这个发言呢 做一个解释 所以说呢 怎么说呢 卢沙也的发言 是中国外郎的 闯 战狼的闯关的一次失败 就是说 那么今后 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呢 这个卢沙也 他会不会被调回国 我认为 现在中国的外交部里面 有两个派 一个是相对温和派 一个是战狼派 战狼派代表 就是卢沙也了嘛 那如果 这温和派 我觉得秦刚 其实我过去 也在这个节目讲过 秦刚当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 我住在北京 我私下跟他有很多接触 我认为他是一个 比较 怎么说呢 有国际观的一个外交观 也不是那种 这种战狼嘛 对这个外媒 外国的立场 是有一定的理解的 所以说我认为 秦刚上台以后呢 当然是有的时候 做的东西 这个是 虽然很强硬 但是说 比王毅 比起来的话 他是 正在试图修复 和欧美各国的关系 那么 卢沙也呢 他就是说 属于战狼派嘛 那么卢沙也会不会掉回去 掉回去会不会留在外交部 到底是什么位置 是副部长 还是 会到 掉了别的单位去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后中国的外交的走向了 好 先讲到这里 马上回来 宝岛观世界 带您探索世界各地的 新闻幕后及深度观点 深入观察全球重要事件 一窥事件背后的真相和意义 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 最全面 最深入的 好 那么我们继续聊 上周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呢 是台湾的这个八期出版社的总编辑 傅查 本名叫李延鹤 他被 他是三月底 这个赴中国探亲 之后呢 在上海 遭到了中国的国安单位的秘密拘谱 然后呢 呃 四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呢 中国的国台办终于承认了 说这个复查呢 是因为 从事 国家 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正在接受 呃 国家机关的调查 呃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是 首先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是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到处乱撞 这个到处抓人 呃 比如说 复查是一个前不久的日本的一个制药厂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呃 制药厂的老板也也被抓 然后呢 东森的两个记者 在这个福建沿海拍摄军事演习的时候 也被扣下来了 听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来 两个多次 两三个星期个 在中国 我做过在中国做个十年记者 知道 在中国记者 你要去 像采访这个军演 你要交很多很多的手续要审批 呃 就是说你要把照片交下来 简历交上去 把很多很多东西交上去以后 要通过审批 才能够 呃 拿到记者证 那你既然拿到记者证 也是在他规定的地方 去 这个 怎么说呢 拍摄 然后没想到人就被抓起来 我觉得 而且呢 不是 你被抓起来一两个小时 了解一下情况 就放出来可以 就抓个很长时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蛮奇怪的 就是说 就是中国已经 完全 你讲什么 发记者 拿到记者证去采访 竟然被抓 呃 然后呢 还有一个香港的 一个 呃 女学生 她在日本留学 然后呢 两年前的时候呢 她在网站上呢 贴了一转了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就是香港的这个游行的 学生游行的照片 这照片上有一个标语 标语写的叫呃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他不是这个女学生自己写的 而是这个照片上的呃 口号 然后呢 过了两年 这个女学生正好 她需要换身份证 然后呢 她就到了 这个香港去 她自己都忘了 结果呢 被香港的警方以这个 反这个香港国安 这个国安法 把她抓起来了 抓起来 现在也回不了 日本 现在是在 保释在外边 但是说呢 护照已经被没收了 而且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 好像五月十二号之前 前后就决定 呃 要不要起诉她 呃 然后还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呢 叫董玉玉 董玉玉呢 我在北京 应该是见过好几次 但是我这个 没什么印象 应该在饭局里面 光明日报那些人 我我认识很多 而且 有一点点印象 看照片 但是说呢 印象不深 呃 这个 这个董玉玉呢 他是光明日报评论部的副主任 呃 这个 名字叫副主任 但实际上 他是 位置很高的 光明日报是中国的 叫两报一刊 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 然后评论部呢 又是 这个光明日报的核心单位 就是评论部副主任 其实是一个 应该是个局级干部 左右的 所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权益 这个 董玉玉呢 他是 就是到日本留学过 也到美国留学过 然后属于评论 评论国际新闻的嘛 然后呢 他就是跟日本的外交官 日本的一个外交官 在北京的一个饭店的餐厅里面吃饭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而且那个日本外交官也一起抓起来了 然后日本外交官呢 他有外交赦免权 几个小时之后就放出来了 这个董玉玉光明日报这个评论员呢 他呢 就怎么说呢 就被带走了 被带走以后呢 他的家人 就是害怕 就是这种事情不是怕见光死吗 就是说 一直低调 就是当时其实很多外国记者的问题 说董玉玉失踪了 怎么样 家属就不承认 等一年 然后终于呢 以间谍罪起诉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不按牌里出牌的 一个到处抓人的一个 一个武胖 这个记者啊 外交官跟当地人吃饭 是外交官的基本工作 外交官收集了解民情嘛 了解住在国的民情 和当地人见面 当然是要和媒体人见面 然后媒体人呢 你要做国际新闻的话 那哪一定 你要跟外交官见面 也是你的工作嘛 我在日本当这个 记者的 我在日本当内勤记者 我是产情新闻外信部嘛 就是国际部的记者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这个上司 就跟我说 你们要跑大使馆 所以我没事就打电话到大使馆 约人出来吃饭嘛 要跟外交官 这个拉好关系 问了解情况嘛 这个是 作为记者是一个最基本的 但是我想这董玉玉这事件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在东京 我过去在东京的时候 经常和美国大使馆啊 什么中国大使馆啊 包括台湾的大使馆啊 就是叫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嘛 这官员我们经常吃饭啊 那就好像我在东京 跟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吃饭 吃完饭以后 东京的警示厅 就把我抓起来的道理一样嘛 这完全没有道理呢 法治国家 你可以见任何人嘛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 他是间谍的话 你一定要有 就是说 首先 就是你去窃取什么情报 等于说中国把董玉玉抓起来 就是等于说中国怀疑他 把情报泄露给这个日本的外交官了嘛 那你你一个报社的一个评论员 能有什么秘密可以可以泄露吗 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变成这种情况 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呢 就发生了这个复查事件 那么复查呢 是我的好朋友 这个我在台湾出了 最近这几年出个四五本书 都是在八七出的 所以说呢 他呢复查 其实他自己是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质疑说复查 为什么明知道危险还要回去 但是复查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呢 申请到了台湾的国籍 中华民国的国籍 然后按照台湾的规定呢 必须呢 要在三个月之内 放弃到中国去办这个处级手续 所以复查不得不回去 那那大家问呢 你要不申请国籍怎么办 不申请国籍的话 你拿中国的国籍的话 你有身份证和护照 你就有一个到期的问题 就是你就是护照几年到期 这个身份证也过一段时间就到期 到期你还要回国去办 如果你没有办来的话 你在台湾的合法的 这个台 待在台湾的资格也没有了 然后 没有护照 你不能去任何别的国家嘛 所以说 对复查来说 他早晚 他一开始呢 就是说 刚到台湾的时候 复查 刚到台湾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想申请国籍 但是 可能发现这几年 这个两岸的关系 越来越不好 而且呢 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不得不申请一个国籍 但申请到了台湾的国籍以后呢 又不得不去硬着头皮 去放弃这个中国办这个处击手续 结果就是变成了洋入虎口嘛 复查 其实我们看到八期的书啊 八期 最早期的书 那个出品人的 那个出版人的总编辑的 是由李延赫的签名的 然后后来呢 就变成了复查延赫 然后后来呢 就变成了复查 然后这几年出的书呢 连复查的名字也没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因为复查也害怕嘛 因为中国的这个局势 越来越紧张 他也 他其实非常害怕回去 所以说呢 他自己跟我说 他说我是编辑嘛 他不是作者嘛 所以说 他认为可能回去应该没事 其实当时 我也觉得应该没事了 但是没想到 中共现在变成 越来越变本家 就把复查 现在他就 等于说 回国 就就就被被抓了 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那么 复查就是说 现在呢 复查为什么被抓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台湾来说 这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呢 就是说 他希望恐吓 恐吓台湾人 让台湾的出现 这个寒蝉效应 就是说 你现在复查出了 其实复查出了很多很多的书 很多的历史上的书 他有很多 关于欧洲的历史的书也有 关于美国的政治思想的书也有 也有一些日本的 日本的很多的学者的历史书都有出 当然也出了很多中国少数民族的书 但其中呢 有一部分 就是说 可能比如中国的新疆的问题的书 这些书呢 可能是稍微有一些敏感啊 还有一个 就是红色渗透 就是中国怎么渗透到台湾的 这个中国的大外宣战略的书啊 这是何清元老师写的 那么当然还有我写的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和这个 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 这些书呢 对中国呢 是有一些批评的 但是说 我们是作者嘛 复查他只是一个编辑 所以说 他 如果他都被抓了 那么我想台湾的很多的出版社 以后就不敢出这种书啊 那出这种风险嘛 毕竟被中国盯上不是什么好事情嘛 那么 我们看到香港 香港的2015年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叫铜锣湾书店 就是一群出版人 被中国绑走呀走了嘛 这个铜锣湾书店以后 虽然对中国的形象打击很大 但是说香港的出版业就彻底垮掉了 我们在2015年之前在香港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好看的书 关于就是香港出版也非常自由的 但是说 之后香港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如江河日下 一下子就垮掉了 那么我们觉得 中国现在把复查 抓起来也是 我觉得 也是让台湾发展 这个 怎么说呢 希望台湾有一个寒蝉效应 大家都不敢出 不敢骂中国了 对台湾最可贵的就是 现在的言论自由 所以说 我觉得台湾的整体 这个文化界 要重视这件事情 要为个 要集体发声 去就是呼吁 这个怎么说 要求释放 复查 但是我很遗憾的是 现在在台湾社会中呢 有很多人还往 复查身上泼脏水 就是说他是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 说他是 什么中国的间谍 是什么执行任务 不利被抓 抓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 已经构成了 诽谤罪的条件了 那么 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 复查现在人在外面 他可以自己说话的话 这也不对 但是说现在 他已经被抓起来 白口默辩的时候 再往他身上泼脏水 我认为这个很不公平的 很不道德的一种行为 同时呢 我觉得 现在对台湾来说 不是说 复查 他 是不是间谍 现在这个社会主义 这个 法治社会 是需要这个 无罪推定的 你没有证据 在法官判定之前的话 他就是无罪的嘛 他是现在已经 拿到了台湾的国籍的 一个国民 在中国被被抓了 台湾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现在还在检讨被害者 还在质疑被害者 我认为是个非常不取的 这个不可取的方法 大家应该团结一起去 应该谴责的是 中国这个肆意 践踏法律 践踏人权的这种行为 要把复查 这个 呼吁他救出 释放复查才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台湾这种氛围 就是我看到很多台派 也包括自媒体的节目 都还在检讨复查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聪明的 一种 不聪明也不理智 一种想法 就是 所谓的 这个怎么说呢 中共的卧底 我承认台湾是被渗透的 非常严重 台湾有很多人是卧底 但是卧底 他们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叫卧底间谍 它其实就是说 做四种事情啊 第一种事情叫斯坦情报 第二种事情呢 是发展组织 第三种 叫做搞破坏 第四是带风向 那么前三种 我们基本是在军方 和一种重要部门嘛 那么文化界的 基本是带风向 那么复查 他出这些书 我们现在 只要一打开电视 就看到很多的 替中国在带风向的名嘴 替中国在带风向的媒体 天天说中国好 说要怀疑美国 那么 复查做的是 他在做的知识 东西完全没有 替中国带风向 而且是他选择了 自由民主 这个价值观 出版很多 拥护这方面价值观的书 所以说 复查 他其实如果带风向 他也是带着反的风向 就是 这种人 中国怎么会派他们来 做做这个卧底呢 所以说 这种 是完全是没有逻辑的东西啊 然后 呃 现在中国呢 媒体上出现了几篇文章 是批评复查的 就是说复查 说复查是台独 那么真的 如果说中国说复查是台独 台湾说复查是 什么台湾分两派嘛 一个是统派 一个是本土派嘛 那统派完全不敢批评中国嘛 那这复查被抓的事情 就假装没看见嘛 假装不知道嘛 那台派现在在检讨 说复查是不是共产党间谍 这完全本末倒置了 我觉得 这这这种状况是很糟糕 很悲哀的 呃状况啊 我希望就是 大家能够 团结起来 这这种 就是说 现在 在不但台湾自己文化人要团结 要向国际社会呼吁 我赢了产经新闻 写过两篇 关于复查的报道了 而且要 把美国 把全世界的热爱 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的这些国家 这些人全部带起来 大家一起来声讨中国 这个为什么呢 一个是为了复查 一个是为了捍卫台湾自己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呃 那个被中国关了五年多的李明哲 他也写篇文章评论复查事件 他就讲 他说丧终为谁而名 丧终为你我而名 其实他就是考虑到了 这个对于 怎么说呢 复查事件将来后续的 对台湾的影响的问题 那现在呢 有一些这个国际媒体 比如说国际的人权组织 和一些国际上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 现在都开始 就是声援复查了 那么我觉得 我希望就是台湾 不光是台湾的文化界 包括台湾的 比如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甚至说台湾的 就是说国民党 包括龙英台 他们不都是这些人权派吗 在这种时候 应该勇敢勇敢的站出来 好先讲到这里 马上会来 保岛观世界 带您探索世界各地的 新闻幕后及深度观点 深入观察全球重要事件 一窥事件背后的真相和意义 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 最全面最深入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讲几条新闻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上周在这个日本 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 日本的统一地方选举呢 台湾呢 去年不是有一个九合一选举吗 是1月26日 日本呢 也是四年有一次 叫统一地方选举 就是把各个地方 这个都 县市 县议员 市议员 还有县知识 市长 丁议员 丁长 村议员 村长 就是地方的行政 大家都在一起选 那么呢 他因为日本要选的议员太多 所以他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4月9号选 一部分是4月23号选 那么在后半 这个4月23号选的时候呢 同时呢 有五席的 这个国会议员的补选 这五席呢 就是山口县有两个 山口县两个都是很有名的 一个呢 就是安倍晋三前首相 他是去年的7月8号 遇刺 然后呢 现在这补选 刚刚进行 就是安倍空出来那个选区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安倍的亲弟弟 安倍亲弟弟叫岸信夫 他本来是这个 就是日本的防卫大臣 但是说呢 最近身体不好 等于说 他也提前隐退了 然后把他的儿子 叫岸信千世 退出来 才31岁 出来竞选 那么安倍的空出来选区呢 是由一个叫吉田真次的 一个38岁的下官市议会议员 出来选的 那么 这两个 补选 然后还有呢 就是何戈山县 何戈山县以前的那个国会议员呢 出来选知识 何戈选上了 就空出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千叶市 千叶县 千叶县呢 有一个过去独卖新闻的记者 这个叫袁浦建泰港 这也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是在千叶第五区 千叶第五区呢 就是说 浦安市和四川市 其实我就是来自浦安 我就一直住在浦安市 就是我的选区吧 这袁浦呢 其实人是很不错的 但是说呢 去年呢 他有 就被媒体爆出 有4000万的 政治收入 这个政治现金 就是别人捐给他的钱 他没有据实申报 没有申报 结果这是被捅报以后呢 他就议员辞职了 所以他那选区也空出来了 那还有大分线 有一个参议员的补选 等于这五个选区呢 选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 一开始大家不太看好 认为是 自民党会三胜两败 不 两胜三败了 一开始媒体预测是 包括我们产经新闻的 内部调查 都是这个数字 说岸田很不 结果呢 但是一旦选举开始之后呢 这个自民党的势头很好 然后又赶上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在这个投票的几天之前呢 这个 岸田文雄首相 在何戈山的一个渔港 在演讲的时候 遇刺 被人丢了一个炸弹 手制的炸弹 当然说这个首相是没有受伤的 但这一下呢 就是大家马上就联想到了 这个去年的 这个安倍首相遇刺事件嘛 就有一个同情票 而且呢 觉得这个 政治人物不容易 这个岸田首相很勇敢 这下呢 自民党形象 这个大好 结果这一下子呢 这个选举开 开票之后 就发现 自民党竟然是四胜一败 而且输掉的呢 是何戈山啊 他输掉的不是日本的 最大的在野党的 立宪民主党 而是输给了日本维新会 这个日本维新会呢 虽然是在野党 但是说呢 和是怎么说呢 是日本的保守政党 很多地方是和自民党 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说呢 就是跟过去的民进党 和时代力量的关系 那种感觉吧 不是现在的时代力量 是上一任的时候 所以说呢 某种意义上 自民党就不叫全输 就可以说 虽然四胜一败嘛 但是这个败 也不是完全败 那相反的 日本的左派政党 立宪民主党就是 五个选举全输掉了 然后在这选举中呢 有一个 我们觉得值得 蛮值得注意的 是 就是刚才讲 我的选举 选举区啊 这千叶第五区 选上一个女孩子 女孩就是 也不认为34岁 一个新的国会议员 她叫英利 英利阿罗菲亚 这个后边这个名字呢 是就是说 是一个外文的名字 没有汉字 那她是哪 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一个 来自中国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这么一个女孩 她是十岁那一年 和她的父母一起 规划成日本国籍 那么也就是说呢 她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并非是传统的这种 血缘上并不是传统的日本人 而是后新的日本人 而且呢 她是某种意义上 你看她那个长相 就是中国的 一看就是 这个维吾尔人的 女孩子的长相 而且呢 是很优秀 她在美国的大学毕业 然后呢 到日本银行 去工作 还到这个 日本银行 就是日本的中央 央行 去工作过 还到这个 联合国去工作过 资历 这个非常完整 而且呢 就是说 在很多的政策上 比如说 安保问题上 其实是蛮强硬的 一般年轻的女性议员 都是讲什么 怎样 这个生活环境啊 社会福利啊 女性权利啊 等等 这些问题是比较多 这个英力呢 她是比如说 要增加日本国防 修改日本宪法 等等 都是所谓英派的主张 那么 某种意义上 这个自民党呢 这次人才选的很 很重要 就是把这个 明明是自己的 议员出个事 但是说呢 想一个 就是抗中 在日本整体的 这个大的环境 是抗中嘛 那么这个英丽女孩子 是维吾尔人嘛 维吾尔是一直受到 中国的迫害嘛 在这方面呢 就是她的诉求 得到了民众的理解 所以说 这场自民党的选举呢 我想 就是说 给安田首相 又加个不少分 那么五月份呢 这个 在广岛 安田的家乡 又举办 这个 七大工业国 首脑会议 如果这会议上 安田表现的再好一点 那么就有可能 在夏天的时候呢 解散国会 解散国会呢 如果自民党再赢的话呢 安田的政权就可以 继续长期维持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对日本来说 这次选举 其实是蛮重要的 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刚才讲 就是日本是在讨厌中国 现在还看到一个消息呢 是韩国的公民团体 23号呢 发表了一项 对韩国青壮年的民意调查 有91%的受访者 对中国没有好感 甚至超过个北韩的88%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韩联社报道呢 南韩的有一个团体呢 叫端正言论市民行动 这个团体在4月13日至4月18日 对1000名 1001名 20岁至29岁的青壮年民众 进行了调查 然后呢 在这个友好度 好感度的调查之中呢 91%的受访者 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 对中国表示有好感的 仅仅是9% 我觉得这个数字很有意思 这个数字在日本 其实应该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在台湾问的话呢 就是日本欧美 欧洲那些主要国家 美国这样 大概讨厌中国 都是八成九成 但是说在台湾做的 讨厌中国的可能就五成六成 这个喜欢中国的还有三成 所以说我觉得台湾是一个蛮奇怪的地方 中国的共激 绕台天天在 天天想游岛不游人 但是台湾呢 对中国的好感度应该是 所有有关国家是中最高的 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南韩的调查呢 然后就是说 对中国是91% 是没有好感度的 那么对北韩没有好感度的呢 是88% 然后友好感度的是12% 那对美国友好感度的呢 是67% 没有好感度是33%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台湾差不多 可能台湾对美国没好感度还要高一点 然后呢 对日本 对日本呢 韩国呢 是有63%有好感度 37%没有好感度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韩国政府这几年 从朴景慧政权到这个文在寅政权 一直采取的这个反日的这种宣传 但是说呢 韩国的国民 竟有63%对日本有好感 我觉得这个呢 怪不得现在的尹熙悦呢 他政策有所调整的 就还是这个 民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对韩国人说 就是说 来自哪里的威胁比较大 有83%的受访者认为 北韩是对韩国具有威胁的 那么有77%的受访者 认为中国对南韩有威胁的 所以我觉得南韩基本上 77%的已经超过四分之三啊 就是大家认为中国是假想敌 那百分之这个74的人呢 认为美国对台湾 对韩国的安全是有利的 然后呢 呃 53%的人是认为日本呢 对韩国的国家安全是构成威胁的 然后37%的人呢 是认为日本对韩国的国家安全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是分开的 还是不喜欢的日本 就是认为 毕竟是 就是过去日本统治过韩国嘛 这这点 我觉得这是还是数字是蛮高的了 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呢 南北韩呢 南北韩呢 是否应该统一 有61%的受访者认为 南北韩统一是必须的 呃 并非必须的 啊 61%认为 没必要统一 然后24%呢 认为 呃 这个一定要是统一 然后14%是不清楚 我觉得 这一个呢 问题的话 我觉得拿到台湾来 呃 我们要好好说 就是台湾现在认为 必须统一的人 韩国是 韩国认为南北韩必须统一 是24% 台湾认为 必须统一的人 我想 应该要比这少得多吧 应该是 百分之二点几 能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那么 刚才讲的 对台湾人来说 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 我想认为来自中国的 应该是超过百分之八九十吧 但是说也不否认 有一部分人认为是 对台湾的威胁来自美国 对台湾的威胁是来自日本 这一点呢 我在下面做田野调查 是我确实感到 我也很震惊 而且很多军方的人 认为呢 美国和日本是不可信的 美国和日本不可信的 当然说就是 不是说台湾有事 要不要来出兵的问题 而是呢 就是说 美国和日本 对台湾有领土野心 到现在的军方 很多地方还在这么交 而且呢 比如说 整个的国军的历史 它是从这个 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交嘛 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里边 就是很多的 浓墨重彩的 最重要的交的方式 还是 怎么说呢 抗日战争啊 还是把仇恨 种植在日本身上嘛 所以说 才有个马英九前总统 前不久去访问 这个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的事情嘛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和台湾的 可能军队的 内部的民意 和一般台湾人的民意 已经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这方面 这个军队是守护国家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嘛 所以说 军队内的民意 应该和一般民意是完全相同才可以 这个国家才正常嘛 所以我觉得 现在其实 虽然民进党政权 持续了 已经 这个七年了 快七年了嘛 还有一年就全局了 但是说 还是这个军队国家化 但是陈水扁总统是推动国家化 但是很多意识方面 还没有完全完成啊 就是说 过去台湾的军队是国民党的党军嘛 那么现在 退役军的黄复兴党部 基本都是这样嘛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就是说民进党的立委中 有这个退役的将领 所有的退役的将领 都是跑到了国民党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还是台湾的社会 还没有完全正常的 一个状况啊 那么 我觉得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看到前不久 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现在正在选台湾的 这个竞选国民党的 这个争取国民党的总统 提名的郭台铭董事长呢 他说呢 就是我当选 共鸡就不会扰台 我觉得这句话呢 其实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 就这这句话很多人 一般人长期来讲 不相信嘛 因为他没办法决定中共嘛 共鸡要不要扰台的话 是共产党的事情嘛 是习近平决定的嘛 那郭董他已经 将近四年没有去中国了 郭董每次在台湾 戴着一个中华民国的 国旗的帽子 到处显示爱国 但是郭台 郭董过去去中国 一去中国就把那帽子摘下来嘛 所以说 这个郭董已经 他根本跟习近平 没有什么沟通的渠道嘛 郭董过去 他在中国 进中国的时候 他跟中国的汪洋 因为他过去的广东的时候 这个汪洋当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 就跟郭董有交际 后来汪洋到了中央 政协主席负责台湾政策 这跟汪洋有关系 然后跟这个 当年的刘洁一 这个台办主任 也打过交道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换届了 现在汪洋已经 就是退休回家了 现在负责台湾的 政治局常委叫王沪宁 那现在负责台湾的 这个 台办主任叫宋涛 这些人我想跟宋 跟郭董过去 同还没有什么交际过 那么郭董 他凭什么说 我当选 共级就不会扰台 所以说我觉得 这次选举的时候呢 批评民进党的政策是可以的 但是说 你给自己 万下保证 这种欺骗台湾人民 我觉得 这是一个 非常不可取的 一种选举的办法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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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